入口区域的彩色篮球场在设计上更能激发儿童的篮球兴趣。 多功能复合式的儿童活动区给孩子们带来了双层的景观游乐空间。 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。 地面层的线条美学能够让孩子在游戏的同时理解美学的意义。 艺术休息区可以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创意休息空间。 换取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,小小天文台连接了室内的天文馆。 同时在夜晚,让孩子们在浩瀚星空下观察宇宙。 去吧,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。 录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,室外的读书空间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在自然清风中健康阅读。 丛林里的长颈录成为了一个互动的拍照点。 原小家,您身边的造员专家。 水空间是脸的造员主席。 舒逐贤。